像一次相遇还要紧描 感觉着酒里乱了心跳 思念相遇也想终碎不飘 满载着甜蜜的街道 我已知道爱来的更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爱你心动每分每秒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成正节节爱悄悄来的更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爱你心动每分每秒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成正节节爱悄悄来的更好 正华你先别激动这事儿 你也是帮凶 这笔证我以后给你算 爸您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 我能不激动吗 一开始就说谎话制造骗局的人 就是罪魁祸首那个人还是清零 我一定要告到他坐牢为止 你要是敢告他我就跟你离婚 你说什么 你要是敢伤害清零 我就跟你没管 你疯了吗 他是让我失去外孙的凶手 清零是凶手 你为了一个杀人凶手 要跟我离婚 你简直是疯了 我就是疯了 我亲生女儿就在我眼前 我却不能相认 我还不能疼他 你为了一个杀人凶手 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他的事情 哪个亲生母亲不会发疯 你说 她是 她是欣欣 你醒了 我在哪儿呢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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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清 我的孩子呢 我孩子没事吧 其实我只想好好爱你一个人 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 你什么意思啊 孩子呢 孩子有没有事 他还在我肚子里吗 孩子跟我没有缘分 没事没事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要孩子 这对我到底是报应 还是代价呢 我努力工作 我努力争取 全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现在孩子没了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等你把身体养好 我们把蜜月补上 努力制造蜜月宝吧 华清凌 我现在更痛恨你了 清凌是苏南的亲生母女儿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过两天 等雪清身体好一点 再告诉她这件事吧 可爱是苏南的孔子 夜哪儿肯定是苏南的孔子 优传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大阿姨 昨晚没睡 你不也一样吗 爸呢 他在书房待了一夜 爸 你再正好 坐下吧 我有话说 宋楠 这些年你一直想着信心 这我都知道 既然找到他了 就母女相认吧 你愿意接受他了 我反对 何况雪晴也不会答应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过 我也要表明我的立场 我能接受清零做我的女儿 但我无法接受他做我的儿媳妇 苏南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不是用的 我呢 我应该也对他 我用的 我来说 你会不会 我先从来 你还能不能接受她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我会不会 不管你怎么说 我对清零的感情 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家事我说了算 没人能够反对 苏丹 尽快把清零接过来 还是我亲自跟她谈 清零当定我女儿了 我不告清零了 离婚的事你也别再提了 死了 清零是苏南的亲生女儿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爸已经决定 让他们母女相认 让清零住进段家 不行 我绝不同意 清零姓牧 凭什么信我们段家 爸已经决定了 天狼反对无效 你也知道爸的性格 说一不二 谁敢忤逆他 怪不得苏南选择站在天狼那边 原来是因为他女儿的关系 苏南跟天狼联手 如果清林再搬进来 那我们俩在家里还有什么地位啊 老公 怎么办啊 我反而觉得这事一闹开 苏南骗爸的事情 会让他们产生隔阂 加上爸不同意天狼跟清林的感情 应该够他们混乱一阵子了 你赞成清林搬进来 唯一的担心是爸知道 我跟清林的过去 爸如果知道我也骗了他 那我就真的完蛋了 我跟你担心的不一样 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你们俩旧情复燃 毕竟他以前那么喜欢你 你瞎担心什么呀 你和我都不希望清林尽断家 难道苏南和天狼就愿意吗 现在这个家却有爸爸知道 我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天狼和苏南早就知道清林是我的前妻 你却一直没有告诉爸 原因特别简单 因为他们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复杂化 大家这么做好 为的都是爸和段家呀 爸就是段家的王法 爸决定的事情 谁都改变不灵 我们要想说服他 除非给他充分的理由 可是我总不能把你 跟清林的事说出来吧 毕竟他跟苏南已经够劲爆了 再加上你们 爸还不让你们给气死啊 要不我们找天狼和苏南商量一下 毕竟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跟我们的立场是一样的 让他们的 叔叔 坐下吧 好 谢谢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你是苏南的女儿 这些年来 你妈妈一直都很惦记着你 对不起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要说对不起应该是我们 是我们上一辈人的恩怨 你们是受害者 我 这次我约你来 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你愿意跟你妈妈相认吗 我 你跟你妈妈相认 然后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我想你也应该希望 有一个完整的家吧 怎么 你是在担心 和天朗的关系吗 我 有话直说 这个问题回避不了 我有了妈妈之后 我确实觉得很踏实 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觉得那时候好幸福 好 太突然了 我还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接受她 好 相润的事先发一发 天朗你是怎么想的 我 这个我也没想好 那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吧 你是苏南的女儿 也就是天老的妹妹 你 如果你非要跟哥哥相爱的话 我只好不认他这个儿子 可苏南不可能不认你 到时候你带着姑爷上门 我还是觉得很尴尬 所以我也只能和你妈妈离婚 如果你真要跟天朗在一起 我们段家就意味着四分五裂 家不成家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现在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我 我们段家生死存亡 就拜托给你了 我希望你想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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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敢来这里 我 我是来道歉的 孩子都没了 道歉有什么用 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 故意退雪景下落的吧 你 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我也没什么可解释的 对不起啊 我这话说得有点过分 如果我是你 我也会生气的 听说你会搬到段家来生活 清理 希望以后 我们能好好相处 我还没有决定呢 你还想跟段天朗在一起 清理你还不明白吗 现在段振华只知道你是南阿姨的女儿 如果还知道你是我的前妻 不仅是我 连你们母女都得卷步盖走人 别只考虑你自己 也为你妈想一想啊 这么多年来 她每天在雪晴的冷嘲热讽中忍下来 她一定很爱段振华 你忍心看她这把年纪还闹离婚吗 奶奶 如果你早告诉我 我和段天朗之间 会有这么多波折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我爱她 我不想让她在我和家人之间抉择 让她为难 苏南呢 虽然我嘴上没有叫她妈妈 但其实心里 我已经原谅她了 我也不希望看到 她夹在我和段叔叔之间 逼得她难以选择 奶奶 快点醒来好不好 这样我就有勇气可以拒绝她们了 很晚了回去吧 再走走吧 今天的约会已经很满足了 好 以后有的是机会再来 嗯 以后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为什么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理由呢 我们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不坚持到最后 你怎么知道不会幸福 大家都不祝福我们 我们又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反对的是 我们这么坚持有什么用呢 清灵 你听我说 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 你爱我我爱你 我们可以一起营造幸福 可是 我发现我好像没有想象中爱你 比起妈妈来说 比起妈妈来说 我更想跟她在一起 我已经失去过她一次了 我真的不想再失去她第二次 你是因为这个 清灵 你听我说 我们两个在一起 苏南阿姨还是你妈妈 这点没有任何改变的 怎么可能呢 在法律上她是你妈妈 你心目我心断 我们两个没有宣言关系 难道我们要跟每一个人 都这么解释吗 我已经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哥哥了 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我 还给你 你的宽容不是解诺 原谅我错过的太多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要跟我分手 不后悔 不后悔 这样对大家都好 欲望埋下苦涩的果 那么多 没怕让我一错再错 谎言越来越多 天狼 你却依然结强 你却依然结强 没有退缩 用着心打动我 你却依然结异 你却依然结弄 你却依然结异 我会想到的太多了 我已在离得对我 你却依然结弃 我有没有争叽 你却依然结弃 太多太多 累许已经都迷茫的角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在一起也不会好过 是要搬家吗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搬家呀 快躺下 先把烧退了再说 来 听话 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再睡会儿 董妈妈 真好 醒啦 来 我试试 还烫不烫 好多了 退烧了 快好了 我给你煮了一碗粥 来 尝尝 有点烫 烫你小心点啊 来 怎么样 好吃吗 再吃一口 小时候你也这样喂过我 你还记得 精灵 是我对不起你 没有 只不过 我觉得好温暖 谢谢你 妈 你刚才叫我什么 你能不能再叫一遍 我想听 谢谢你 谢谢你 妈 妈 我等这句话等了太久了 你 学习 你 你说 你 你 我 你 大 真分手了 无可封够 那你的意思呢 我 我 爸说一不二 他决定的事不如我们反对 我担心 如果爸知道我跟清零的事 算了 乱套了 这个结果不敢想象 说吧 你们找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真不知道 你说呢 看来真被清零甩了 但你也不能拿我撒戏啊 不能让爸知道 清零和丁海的那些事情 还有我们之间那些 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些事情统统向爸保密 我说了 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 别说得好像我们夫妻占尽了便宜 不让爸知道 对我们所有人都好 再说了 爸有高血压 要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 还不得气晕过去啊 而且 爸以后怎么看丁海和清零 那阿姨在爸那里 也不好说话了吧 珊珊呢 珊珊也知道这件事情 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会说出去 我会跟他说的 不说话就当你们都赞成了 那我们说好了 以后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 有关清零的所有事情 都要向爸保密 都是我的错 连累你们了 南阿姨 这怎么会是你的错呢 您快别这么说了 怎么不是他的错 就是他的错 如果不是他 我现在还有一个完整的家 雪清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说个话 请注意分寸 你别替他说话 你也不想想 如果爸现在的老婆 还是我们自己的妈 你跟清零现在还用得着 这么纠结吗 水清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现在追究责任 只会让大家更难过 既然大家都约定 对爸保密 就请一定要做到 清零 清零 坐 莉莉 我决定 搬到段家 当段天朗的妹妹了 你要搬去段家 你没事吧 你要放弃段天朗 可是现在我终于有家人了 你不恭喜我吗 我疯了我恭喜你 你不知道段家有多乱 你的亲妈 前夫 还有你的县男友 躲都躲不及 你还要搬过去 段天朗他爸知道吗 他不知道 我跟丁海的关系 不行不行 怎么想都不妥 不能去 我做梦都想跟我妈生活 在一起 我就想知道 他是怎么生活的 而且 就算不能跟段天朗在一起 我只要能够远远地看着他 我就满足了 怎么就不能有一天太平日子过呢 太可怜了 莉莉 只要能让我在段家 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 我找到合适的理由 我会离开的 我不会让我妈为难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这么快就尽孝道 我也想体验一下 丁海所谓的豪门生活 这种机会 不是随时都可以有的 我好不容易做出一个决定 你就支持我一下吧 好吧 好 清零 快进来看看 这是你的房间了 喜欢吗 挺好的 清零 你能搬进来 妈妈特别高兴 不过 如果你觉得 跟天狼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不方便 妈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可以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里 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我不会因为任何人放弃 再说 再说我跟天狼也已经结束了 都是因为我 让你牺牲了你的感情 不 就算没有你 我还是配不上天狼 你忘了 我是离过婚的 别说这些话了 听说我们段家 今天有新成员加入 我来凑个热闹 谢晴啊 清零刚到咱们家 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啊 我连你这一份子都还没有接受 又怎么可能接受 你带来的这一份子 一份子就会被伤害了 你带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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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我能不便宜 你带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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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儘管說 真的 真好 你幫我倒杯水送到我房間來 雪晴 清零剛到咱們家 對咱們家還不熟悉 我去給你倒 是你媽媽剝奪了你贖罪的機會 還是我來吧 你房間在哪兒 自己找 你剛到家裡 就受她欺負 你以後怎麼辦 媽媽 我心裡對她有愧 這麼做我心裡好受點 放心吧 我沒事的 你的水姐姐 不好意思 我剛剛忘了告訴你 要在水裡加檸檬片的 好 我幫你加 兩片 我給你 她 我幫你加檸檬片 也給你加檸檬片 我給你加檸檬片 你把你加檸檬片 我讓你加檸檬片 那我給你加檸檬片 你可以对苏南放肆 苏南不会记仇 但如果你对她的女儿过分了 当妈的可是会反击的 难不成我怕她 现在情况还不明朗 别给对方有机会攻击我们 妈叫你们吃饭了 妈 谁妈呀 我妈叫你们吃饭了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叮喊 秦玲 欢迎你来断家 谢谢 雪晴脾气比较暴躁 她又刚失去孩子 你别放在心上 不会的 对了 有件事我想跟你统一口径 我们的事 你跟南阿姨说了吗 什么意思啊 我 只跟南阿姨提起过我们的婚事 其他的事 像孩子之类的 我并没有提起 你呢 你说了吗 没有 我不会说 以后也不会说 你放心了吗 我是考虑到你那边的情况 毕竟现在的情况已经够复杂了 我不想再添任何乱子了 我懂 我 任阿姨怎么样了 他 这事是个秘密 丁海 还不给我放手 我告诉你啊 以后 雪晴 我在提醒他在爸面前不要乱说话 比如之前你让我偷香水配方的事 那我也提醒你 以后跟他说话 至少保持一米的距离 我是锦 自己人 不 小什么小啊 都是成年人 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啊 小情 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别老抓着补放 振华 炒成这汤 是清灵煮的 太淡了 妹妹 你舍不得放盐啊 那我去加点盐 淡点好 清灵 你坐下吧 是的 今天的饭菜不合我胃口 蓝嫂 帮我捉碗面送上来 好嘞 蓝嫂 凉碗 好 好 我觉得挺好喝的呀 随他们去 咱们吃 真的挺好的 好 嗯 嗯 天老 你们怎么了 真分手了 还是在爸面前演戏呢 我现在不想跟你聊这个 好 请你出去 看样子是真分手了 出去 段天老 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清灵吗 不仅仅是因为丁海的关系 更是因为你 你为了他已经不要我这个姐姐了 你为了他已经不要我这个姐姐了 我请的家伙 我不想再看见你 该那人又怎么知道 辛陈 你怎么来了 我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 找天狼也不太合适 所以就直接来找您了 你坐 你的计划书我已经看了 工作量非常大 都完成了吗 我做了一些样品 您大概闻一下 你别说啊 我来猜猜 这个我想应该是休息区的吧 对 没错 这就是休息区的 还有 这个也很好闻 是销售局的吧 对 没错 这是给工作人员用的 当黑暗里 找不到我 当深深疲雳 淡然的苦 我的路情是温暖陪伴 虽然一路坎坷你 也不再孤独 嗯 嗯 嗯 照顾的路 放上心里对男人的哭 即使两衣的翅膀我也要飞翔 相信自己绝不知乎 我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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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放弃